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Net 我们社区搜索全网KO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比特币的行情 就在刚刚比特币直接一根针扎到了40410附近 我们上周跟大家说的下方关键支撑位40500已经破了 但是比特币直接就反弹回去了 现在在42000附近徘徊 这轮下跌VV一直喊空 并且柳一东跟指寅哥都说了下方40500那个支撑位 那目前这轮下跌结束了吗 还会不会上涨呢 废话不多说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VV 他在昨天晚上9点钟的时候说 周日快乐我今天不交易 如果您正在交易 您应该期待BTC在45,000以下保持持平或轻微看涨 并且ALTS在周日和周一暴涨 今天晚些时候会有详细的更新和视频 然后他就推荐了几个山寨币 其中还有比特币的交易计划 他让大家41,000开多 目标的话看多到48,000 然后空单计划是让大家在44,444开空 最终只因为的话放在41,333 所以他说 12月12号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 CPI预测为增长 就对市场来说是个坏消息 12月13号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 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预期值比上期增加 对市场不利 下午2点 加击FOMO 预计维持在5.5%不变 然而预计他们的声音会偏音派 12月14号上午8点半 零售销售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我们预计明天会有一个坚实的反弹 周二会有一个坏消息 周三会有一个鹰派声明 如果本周股市下跌 那么这将是另一个大涨至48,000的机会 正如本月早些时候所说 如果不在正确的时间进入和退出 就不会在DEC中获得收益 我希望计划是明确的 然后在今早8点半的时候他说 我只是想让这个板块保持干净 除非这个计划有偏差 否则我不会更新它 所以你可以随时参考 晚安 然后在今早实验中的时候 VV晒了一下他的空单 44,444开的空 在41,345平的仓 收益有68% 5777美元的盈利 然后他说 请获利 我认为比特币已经见底 下跌已经结束 我是多头 我预计周三会下跌 他已经触及 所以我们在几分钟内更新图表 好 这是VV的观点 相当于上周五 他给大家的一个空单计划 在刚刚的时候已经获利了结了 他认为接下来几天 美国那边会作妖 但是任人下跌 VV认为已经结束了 他等一下就要更新他最新的交易计划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提阿非罗金牌分析师11点前睡觉 他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说 预计价格从这里走低 A7L是比较容易的目标 相当于11点前睡觉给的交易计划 是让大家在43959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44171 他认为4355那个目标很容易达到 他最低的话 看空到43380 这个交易计划方向看得很准 但是点位不像VV看得那么极限 吃的那么晚 是吧 不过还是不错的 下一个波段的大方向上 至少没有看错 还是值得夸赞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1点前睡觉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在今早实验中的时候说 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趋势已经结束一段时间 看起来我们已经设定了几周的范围 因此只需要摆脱趋势思维 让价格来决定 他想向我们展示什么 等到周一收盘时 我们会对本周走势做出判断 不管是做空还是做多 我们都将保持中立 好 这个亚瑟的观点 相当于太阳等今天收盘之后 再来判断接下来比特币的走势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亚瑟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罗胜 他在昨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说 距离前几天发这个消息 已经过去两天半 周线也即将收盘 下周市场很可能会进行回调 市场上涨格局已经打开 趋势一旦运行 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 回调以后 大概率还会走到更高位置 现货方面 我们的操作非常保守 如果跟我们一同操作的 现在利润累积比较丰厚 而且仍有盈余仓位 不要惧怕波动 去年年底建仓现货 持仓两个月才建利润 中途反复浮营 浮亏又浮云又浮亏 今年9月建仓也是浮云浮亏 很多次才拉起来 山寨币的波动只会更大 至于此前没进群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没有操作 这笔上来就用本金买入的 心态问题自己克服一下 减仓当然也是一种思路 但是任何操作都有对应的代价 减仓后后续再重新买入的价格 很可能会高于卖出价 但是换来稳定的资金增长 自己选择并克服下 好这是罗胜的观点 相对于他昨天已经预测到 今天会回调了 但是现货的话 他建议大家不要下车 如果拿不住的小伙伴 也可以减仓之后 等回调再上车 但是牛市之间 一旦下车就不好上车了 罗胜罗大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指银哥 他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说 很快每个人都会告诉你 ETH有多牛 但没人告诉你 他在1500美元时有多牛 保持多头和现货交易 甚至不考虑在此获利了结 我们坚持这样摆动 相对于指银哥 之前让大家1560开多以太坊 目前现货已经有57%的利润 随后他说 关于本周三FOMC的思考 随后他给了一下MA20那根线 今天对应的价格应该在41000附近 然后他说 当你阅读文档内容时 智商会提高到 大脑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我对聊天中的低智商评论很有耐心 这里很多新人 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时间 请记住 最高低智商是禁止聊天的理由 SATOX的市值仍然很低 只有1500万 希望MEXC上市后 团队能与微软达成良好的合作协议 据团队称 一切都在发展中 好 这指银哥的观点 相对于的话 他准备埋伏SATOX这个山寨币 他认为这个币比较有潜力 比特币的话 昨天的观点来看 他仍然是看多的 前提条件是比特币在MA20这根线之上 也就是现在的话 比特币要站稳41000之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指银哥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刘玉东 他在今早实验中的时候说 A股多头上周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33年的长期趋势线 要求必须收盘价高于2960 最终以2969收盘 本周该趋势线位于2965 这条趋势线下面悬崖 悬崖下面有950米深 本周五收盘价必须高于2965 高于他又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低于他会有麻烦 请多头朋友们努力加油 好 刘勇柳大这句话中间充满了讽刺 难道我们大A股的目标就是2965吗 难道不是星层大海吗 现在A股能守住2900就是伟大的胜利了是吧 柳大真是话中有话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绿线看作W浪 黑线看作X浪 橙线看作Y浪 浅蓝线看作YC浪 目前进行了四段 该回车通常吃掉第三段的0.2到0.5 最近的支撑位应该在蓝色虚线42821 只要不跌破绿色虚线40597 则认为还有第五段上冲 然后水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帅韭菜问他 40597插针了 还有第五浪吗 柳一东回来说维持在以上的话还有可能 好就是柳一东柳大的观点 相当于今早虽然差了一根针 但是只要维持在40600之上 比特币仍然是有机会还有一波上涨的 那具体会不会上涨 就得看市场的韭菜们怎么开单的了 如果大家都去接多的话 那张家肯定就跌下去了 如果大家都顺势做空 绝对就还会有一波上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明灯米哥 他在今早六点钟的时候说 BTC4小时均线回调到位 指标复位顺势看涨 43500短期守无助的话 二次下探42800 下一阶段小级别拉伸看48000到49000 上周两次的回调最低点 群体提示加仓机会 不formo 顺势看涨即可 周线加速行情 继续看涨53600 然后他装逼说ETH在他意料之中 他这个线画到了2500 然后他接着说 嘻嘻 主意 今天跑了半马 分析出的比较晚 明天起床后做视频 然后晚上9点 记得来听我的ADM的Space 好这是米哥的观点 其实米哥今早看涨的时候 多军们就应该平仓的 你还开多的话 真的说不过去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米哥的信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B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尽早跌下去之后 很多人去接了多单 多军爆仓主要 只能带地方在41800附近 庄家只要稍微回去一下 就会把他们全部都爆完 狗庄上涨到44400去 就会把大部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多军主要只能带地方在37000附近 离目前的价格还比较远 量龙的话有2.5M 这个量真的不小 目前的价格附近寸少不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在刚刚跌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2M的量能 是BitFigX交易所上的 去开了一个多单 它的爆仓位在2230 庄家涨到2300的话 就会把这波开空的人全部爆完 上涨到2400的话 就会把所有开空的人全部都爆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 开多比较集中的地方在2000附近 总体来说 开多的人比较集中 开空的人比较分散 庄家上涨的收益和下降差不多 好 今天在容飞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时爆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议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